穎春的权利法度 对我处世做事做人 有很大的影响 罗先生非常高兴 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改变世界 中国接触企业家 大观点是要防折轮 非常感谢您 看中国的房地产企业 包括香港的房地产企业家 我听过很多他们成功的故事 这样讲的房地产是有周期的 他们有远见 也有魄力在低谷的时候 别人不看好的时候它买进 这个长得很高的时候 它抛出了 做得很漂亮 那么这样做几轮以后 很多人就超越别人 做得比别人要大得多 那我想您也是看到了这些事里 您本人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亲生的经验 这里面就有一个 我觉得是说得好听的 叫写家的胆识 说得忠心一点 其实是一种赌性 就敢赌 敢冒险 那我想您也有这样的经验 做新天天的时候 大多数人 一半以上的高层董事都反对您 但您却依然决然 立排综艺投这样的项目 您觉得这个成功是因为 你做了很多的研究 你是理性的思考 还是说你真的是赌一把 赌上你一半的资产 在这个项目上 做生意不能只是靠赌博的 你赌就是可以赢可以输 但是你那个时间 为什么能够做这样的决定 就是我 虽然在90年代的时候 房地产这个行业是非常低潮 但是我是看好上海的未来 房地产一定是跟 这个城市未来发展 是挂钩的 这个城市有增长 房地产一定会奖价 所以那个时间我就看好 上海会成为一个 国际的金融中心 那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二十年前 上海还欠缺很多的配套学士 尤其是在这个生活质量这方面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那个时间我就想 好 要是能够打造一个地块 让大家能够到这边来休闲 或者在这边能够跟朋友见面这些 当时最好就是因为 青天地几个地块 旁边是中共一大会子 对 那政府规划的要求就是 好 一大会子旁边 一定要保留这些石库们 一定不能建高楼 所以那个时间就让我 有一个突破性的考虑就是 怎么样将这些石库们 保留下来 但是将它的功能去转变 青天地整个概念 就是这样出来的 是 这真的是个杰作 为什么把旧城的改造 把文物的历史的保护 把这个上海这样一个传统的 一个很有悠久历史的 一个国际和都市的文化 给揭示出来 又跟整个城区的发展 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在我觉得世界范围里面 都是一个结束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 如果万一赌输了的话 那会怎么办 坦白说 那个时间 当人是会想过 要是做不好 失败 是怎么样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们最后要拍板的时候 我就问我的财务董事一句 我说 我们要是做了这个项目 失败之后 我会不会破产 他说那肯定不会 那我说好 那就做吧 所以从这一上来讲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 非常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简单地去读 猜大小 而是说我做了很多研究 我有前程思考 我对未来的预测 预见能力比别人强 看得更清晰 反对你的人只是没有看到 对大的形式的看法 对这一块地块特殊条件的研究 没有了解到上海未来 成为一个国际都是需要些什么样的配合 所以您的这个赌 还是有理性的研究为基础的 我自己从来没有认为是赌的 我一直是非常有信心 我觉得一定会成功 但是当然我以防万一 所以我才问这样一个问题 底线守住了 对 我也不怕输 也不怕这次失败 因为做生意也会 不可能永远都成功 也会有输 也会有赢 但总体来讲 你就有把握了 所以这就是很多成功学校 它为什么能够走过来 能够赶冒险 而且它能够成功的 一个大的原因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案例 我们太平桥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对 我开一个灯给你看吧 这个项目应该说是 这个您最大的一个手笔 到目前为止 对 而且是最赚钱 盈利应该这个也是非常理想 但是当然很多人都不愿意这样做 这是因为我投很多钱去做新天地 这个肯定不赚钱的 之后呢 我们第一期的这个住宅 那个时间是02年才赚钱 但是只是卖一万七千五 之后第二期已经卖到五六万 第三期已经快十万 第四期现在这个已经是卖十几万 这个都是老房子 对 没有 这个很漂亮 那个时间我们没有 都是老的 都是老的 现在这种雕刻现在都见不到了 是 这火炬当时您爬运 是 对 2008年的时候我去当这个火炬手 火炬手 所以就在新天地爬运 现在跑这个非常具有力之一 对啊 现在是不分白天晚上 不分周日平时周末都是一样的热闹 你看了这都高兴啊 来看这都是 没有 尤其是 尤其是 人气是街边的 那这个房子 我那个时间一看见了 我就觉得太漂亮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保留下来 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会所 标志性的 标志性的 对啊 当然这个不是石库门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欧洲味道 那个时间 二十年代的时候 在上个世纪上海的这些豪宅吧 西式建筑 但是跟这边的环境完全融合 跟这石库门都完全融合在一起 对 这是我们小时候 弄堂 弄堂 小时候我们叫 我们在弄堂里玩的 这个都是石库门房子 这叫我们带了很多 世界出名的 这些都在这边 刚刚开业几个月了 所以这个也成为世界之窗了 所以我刚刚也在讲 这个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 清湿的 这个上海石库门建筑 但是它的整个味道 完全是国际化的 所以老外喜欢 年轻人也喜欢 您第一次到这边来的时候 到天分家过来考察的时候 您当什么一个想法 这个时间是非常破烂的一个 而我 都在想 头痛的就是 到底怎么去保留 对 还有就是石库门的 这个建筑设计 其实是不配合 我们二十一世纪 大家生活工作的需要 生活商业的消费的需要 对 所以那个时间就在头痛 说到底要怎么去保留 最后我就 因为去过世界很多地方 看见人家将这些老房子 怎么去好好去把它利用 我就相信 好 就是我只是把他的外形 保护下来之后呢 那我将内部全部去改装 所以你看现在 这些地方 什么时候都是人气那么旺的 所以你其实也是借鉴了国际上的经验 对啊 那你当设计师呢 设计师是本土的 香港的还是国外的 设计师是美国的 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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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他 那个时间我主要就是 其实是他在美国 在波士顿 或者是有一个叫 弗星 弗星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写信 给他说 叫他过来看看 他有没有兴趣 他从来没钱 来过中国了 但是我跟他一说 我觉得这个人是有创意 所以雅豪呢就是 因为他不是我们中国人 他没有一个既定的 这个开放 他很开放 他来到看 这个才是上海 这个才是石库门 所以他做出来 你看现在你看见几些味道 都非常非常好 对 完全他能够懂得理解 中国传门东西 他又把国际东西 所以他真的把他这个 石库门的这个元素 都保留下来 所以实际上新天地 他是设计师 您是总设计师 没有 你找到这个设计师 来实现你的想法 我是跟他有很多交流 这个喷泉 我是叫他俘虏寿 叫他现代化了 这好像新建的 我原来没看到 这个才做了几年 是一个华瑞的设计师 是在荷兰的一个女士 我跟他说 俘虏寿 他开始有很大的过去 他说 俘虏寿 那么传统的老的东西 你怎么做 我说你把它现代化吧 你看现在几个线条 这些 对 这个形象上 还有一点保留传统 但是整个的表现 表现是 意象 对 意象 所以我希望这个元宝 这是每一年新年 大家在今天 摸一下 可以发财了 这个是符 这个是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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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有没有在这边走动的时候被男主要合影了 过去是有的 现在没有 只是这个是老板 这个是罗看瑞 大家已经比较习惯了 我经常每次我来到上海 我都在这边走 走一走 是吧 你走的时候感觉特别像这些孩子一样 尤其是看见人家 很开心的在这边 在吃东西 在谈的时候 我是很开心的 我自己很开心 是 就看到我觉得这是个作品 这是一个孩子 是 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 新天的标志 其实不仅是上海的名片 也是中国的名片 老外道 现在起码是应该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地方 是 有没有原来有个说法 说新天地实际上就是指共产党诞生 没有 开心 其实是一大会指 一大会指 对 那个时间我们想了好几个月 到底应该这个地块叫什么名字 后来就想通了 一家大就是天 新天地是这样想出来的 这么出来的 对 一家大是天 对 我们以为我理解 我猜测是因为共产党 这个诞生翻天覆地 没有一大会指 一大会指这个念头出来的 一大 一大对 玻璃房 大家做一个对照 做一个对照 所以这个比较现代 你看这边你看 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到这边来 买杯咖啡在这边工作 对 这是这样 那你现在这个还不赚钱吗 这些赚钱的啦 已经赚钱了 这住进是不错的 是吗 你的眼光厉害 没有 但是这个已经是很长时间 才到今天这个 你不是一般的开发商愿意 能够等那么久的 整个瑞兰有三种地产项目 一个是像新天地这样的 在城市的市中心 综合商业生活设施 还有像这个创天地 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 一个知识创新的园区 还有就像虹桥 那样以交通枢纽和配合车市 办公 商业设施为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三种模式 你觉得是否都成熟了 是否都可以来搬到其他城市去开发 你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 是成熟了 但是主要是在市中心 旧区重建的这块 我们现在是比较小心 因为这些动签是有很大的难度 虽然现在我们动签是比较规范 但是总是这个时间是拉得很长 变成我们一早就投进的这些资金 这个成本你变成是在市场 竞争力是有打击的 创制天地我是非常看好 我13年前开始在上海打造这个创制天地 主要就是看到我们国家 未来肯定是需要创新跟创业的 那现在我们中央政府 大力去推动这个双创 这个刚好是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个时间我们打造这个创制天地 是用美国硅谷巴黎走岸 作为我们一个学习的模范 就是怎么样 营造一个环境 一个气氛 一个生态环境 让这些年轻人 有创新的意念 能够自己去创业 给他们门槛第一点先进来尝试 然后让它发展起来 因为创业不容易的 创业90%多一定是失败的 那我们应该是把它这个环境 打造好营造好之后 让它成功机会好一点 像创业天地这个模式 今天来看也是非常成功 但13年以前 其实很多人都不理解 所以你也经历很长的一个痛苦 也就是说投入那么大资金 十多年几乎没有蓬勃 兴旺起来 最近应该说应该回报很明显 那这样的模式 有没有可能到其他城市再去复制呢 肯定会了 现在我们全国都要走双创这条路 那我们这个创业天地 其实这是刚好完全配合国家这个政策 所以现在邀请我们去做了很多 但是我们也是比较小心 这是要挑哪一些城市 哪一个地段 能够做好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因为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条 这是在这个高校的旁边 然后我们创业天地 是在你复旦大学旁边 还有其他13所大学在那边 高校的这个资源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要创新 肯定是需要有高校的 青年学士 做这个调研各方面这些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怎么配合 当然今天很多年轻人 他比较喜欢是在这个市区 这样的环境去生活工作 那这个我们也拿进去考虑是不是能够配合起来 所以现在我其实是有一个新的想法在做 这是将我们新天地 跟创制天地这个社区两个并在一起 大家都来这边休闲消费 消费 这个是生活质量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又是将这个知识社区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它并且是生活工作休闲学习 创业 创业 创新都可以放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现代人 年轻人生活跟这个工作的 这个追求 我前几天去了我们这个新天地 里面有一个叫club 我也不了解什么叫club 结果进去发现有很多人在那边 自由的租这个办公室 这个办公在创业 这个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弹性 又有一种很休闲放松氛围 但有很多年轻聚在一起讨论 对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概念 一个尝试 将来我们还会将我们这些新天地旁边 可能建一些事 比如说是一个做金融的 这些人是在那边有一个会所 做房地产的 做这个市场推广的 都让他们在那边能够大家聚集去碰头 去大家交换意见 这个对今天的这个世界是完全需要的 因为你世界转变得那么快 它怎么跟得上呢 所以是需要有这样的环境 让大家是能够见面的时候 除了大家能够轻松一点 但是另外还是再交换意见 怎么去把事情做好 我想这个概念对年轻人一定很有吸引 把生活 学习 创业都整合在一起了 那您将来这个天地的品牌 不会再分为新天地 创始天地 或者像虹桥天地 而是以天地为大品牌 对 以天地为主 就是希望这些都能够包括进去 因为今天大家的生活 接触那么紧张 你需要在同一个时间 很多事情都放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 人家说你是个粉红色商人 不是红顶色商人 您在树立政府关系方面 有非常好的经验 您觉得这些保国经验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哪些方面是可以为很多企业 不同行业企业都能够来借鉴 来吸取的 我每次做一个投资 我总是想 我这个投资能够为当地的社会 为政府做了什么 有贡献什么 我不是只是想 我自己能赚多少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在内地 现在投资了超过三十年了 很多政府的这些官员 这些朋友 他们都知道我做事 做人是怎么样 所以大家是比较放心 所以大家要支持我们去做 在好像刚才我说 二十年前打造一个新天地 十三年前开始做一个创制天地 这些其实都是配合 我们上海未来发展的需要 我是比较超前 但是那个时间判断说 需要这样的配套学士 我就下决心去把它做 但是是经历过很多 吃过很多苦头的 是因为政府官员不理解 还是政策上的保守 但是天地作为一个例子吧 我们要打造这个 要创业创新 十多年前 我相信很多我们这些官员 都不一定能够理解 为什么需要这样 但是我就看见这个是需要 为什么我会挑在阳府去做这个 因为阳府去有十四所高校 在内地来说比较超前 但是那个时间大家都不一定明白 包括在这个大学路 我是希望这个交通是比较慢 让大家可以坐在这个路边 去喝杯咖啡 比较清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那个时间 然后交通部门就认为是应该 公公马路 公公马路要快一点的 那你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 里面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是需要时间 大家去协调的 现在我们这个MBA同学毕业生当中 有医院创业的人 占了15%左右 但是他们不是马上毕业以后 就创业的 很多人想再做些准备 可能毕业两三年 三五年以后再创业 包括昨天我见了一个校业也是 他毕业两三年以后 才开始再创业 现在就一下子做得非常成功 所以在您的支持下 您不仅这个给精神的鼓励 亲自来给学生做演讲 做这个评委 而且还给我们慷慨支持 资助培养师资 撰写案例 这个发展课程 所以现在这个创业成为我们 管理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 但是我也想请教您 创业90%都会失败的 所以以你的经验来讲 你觉得怎么样创业能够 让成功的概率提高 您这个年轻时候 没有回到家里面去参与 家族的企业经营 自己创业 问爸爸借的钱创业 一定是经历很多的辛苦 所以先回过去看 您当时做了哪些准备 是有利创业成功的 然后哪些 其实当准备不足 或者说是必然会有一些 挫折 失败 免不了的教训 这个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我自己回头去看 那个时间我创业能够成功 主要就是我不能失败 因为我创业 也是比较艰苦的一个过程 把算是 我念书后回家去 帮我爸爸打工 做了两年 坦白说做得很不开心 因为我爸爸始终是一个 非常家族式的华力 我的哥哥姐姐已经在公司 我每天也是 不是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做了两年多 我就自己决定 哎呀 太闷了 到外面我去找了一份工 之后回家去跟我爸妈 去说我去跟人家打工 你把他们给吃掉了 我爸妈听起来很生气 我妈妈就说 你要是不愿意跟你爸爸打工 你就自己去创业 我说我没钱 没经验 我怎么去创业 他就很坚持 但是我爸爸是完全不看好我的 所以那个时间我就 没所谓了 我父母说怎么就怎么 让他们去说清楚吧 那我妈妈就不断跟我爸爸争议 说一定要支持我去创业 最后就说服我爸爸 借我十万块钱 去做一家建筑公司 其实建筑公司我没兴趣的 但是呢 他说你要去做一家建筑公司呢 我给你第一个项目吧 但是其实有一句话 他说我是永远记在心头的 就是有一次我经过他房间 他也是跟我妈妈在争议 是不是支持我去做这个创业 我爸爸说一句 妈妈算了 这个儿子没用的 不要浪费时间 这句话永远记在我心中 但是虽然我爸爸对我没信心 但是他还是支持我 借钱给我 但是因为他这句话 我就下了决心说 我创业一定不能失败 所以我创业头七年 我没有休息过一天 每天工作十六二十小时 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是我 能够成功的一个基础 我觉得这个是 当然决心是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新的这些创业年轻人 其实最重要一条是他们要明白自己 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创业 还有就是他也应该要知道自己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之后当然勤奋去工作 能够吃苦 能够相信自己 这点都很重要 要不然很多人都是说 算了这个失败 我们再想其他的 那你就放弃了 所以你在创业早期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会放弃 说这个真的很辛苦 做不下去了 没有 我一做了建筑 过了两年 我都已经知道 墙期我不会希望 只是做这个行业 我那个时间也做了一些调研 全世界只是做建造工程的公司 没有多少家成功的 所以我那个时间就想 好 我要把这家公司做成功 但是将来我自己不需要去管它 它还能够成功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变成我就将这个管理的系统 架构这个制度把它带进来 要培养 要人才 所以公司就一直发展得非常好 所以你在很早期的时候 就意识到了 其实你要做一个长期的公司 做一个甚至于百年级的企业 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 一个现代的一个组织架构 一个好的一个智力体系 所以在早期就花很多的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你后来也请了很多 职业经理的人来帮助你的原因 对 因为我初创的时候 公司才五个人 也没办法去交聘这些有经验 或者是有很高学历的这些人来参加 因为大家都不看好 大家都知道我是富二代 他们就相信这个公司 是不会维持太长时间的 但是我就坚持下来 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 能够吸引这些人才 留住这些人才 这个我觉得对企业 强气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您给的印象总是非常地低调 但是又非常谦和 儒雅 很有自己的思想 很有自己的思考 不管是在演讲 还是在电视采访当中 你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那您觉得作为一个 香港成长的 当然也去澳洲留学 然后又回到内地来 打拼的企业家 您在管理的思想 管理的哲学方面 是更多的偏向西方的思想体系 还是偏向于东方的 传统的文化伦理 来建立一个管理的哲学 管理的理念 我觉得应该是东西文化混在一起吧 我当然在外国念书肯定受西方的教育的影响 但是我总是很接受很推崇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 因为我们长大的过程中 总是用我们自己中国这个市场这个文化来教导我们 我爸爸教导我们是非常严厉的 他是用圣教 这个我是非常佩服他的 这给你一个例子 我爸爸也是一个成功的做生意的人 那我在外国念书回来 暑期的时候 他就说好 你明天跟我去上班 去上班没问题 他就跟他去 但是他怎么样 他是把他自己的 骑车放在家里 带我去坐巴士 坐巴士 电车去上班 他就要叫我明白一般人的生活是怎么样 这些好的条件不是你自动能享受的 要看你自己去创造的 这个我觉得他太伟大 还有就是他要我到外国去念书 他说你坐这个货船去吧 我妈妈跟他 正义说给他坐飞机吧 他说不能 应该年轻人要锻炼一下 这坐一条小小的这个货船 六千吨 我吐了十三天 这一辈子你都不会忘记 我一下子就醒过来 原来生活是这样的 所以在您的成长当中 尽管爸爸给你很多严厉的要求 有时候还说不一定很看好你 其实这也是一种鞭策你了 还有就是他做事的态度 他的勤奋 是给我永远的这个印象 他做事永远 一丝不咎地做到最好 所以这些 也是我现在做事管理的一个方法 当然我要明白 我只是用这套的文化 也不一定就能够完传成功 所以我要带进一些西方管理的这个模式 所以现在希望是两方面配合起来 能不能总结一下 那也已经十万起家创业 这还是爸爸借你的钱 后来我不知道有没有你还给爸爸 是啊 要还本付息的 还本付息的 这个回报率肯定很高 然后到现在一千亿资产 这个总结来讲 您在公司的整体的决策 管理当中 有没有一些管理信条 不管是您写下来的 在瑞昂的章程里面 或者在瑞昂的一些文化的信条里面 还您自己平时在实践的 自己在行动的 你有没有一些一二三的管理信条 有 我们是自己制定了一个叫管理要制 就希望公司在经营的这个理念 这个管理的模式 这些都写进去 很多条 你有兴趣我也可以拿给你参考看看 谢谢 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 是说我们应该只是做这些 我们自己能够做的生意 能够发挥着用的生意 能够有优秀表现的生意 这个但是说是容易 在80年代的时候 我有一些很痛苦的经验就是 因为香港房地产市场 在那个时间因为中英谈判 掉下来 一潭湿水 那我这个那个时间说 那是不是应该要分散投资呢 分散投资是不是这个比较有保障的 所以我们就去买了酒店啊 做旅游啊 做这个电脑啊 多元投资 都是完全不是自己的行业 但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经营要只说清楚的 那我们是自己怎么去讨论做这个决定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非常优秀的管理者 你做什么生意最重要还是管理吧 那我们就麻木地去做了 做了亏了很多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教训 这个就是你讲一套 但是你做另外一套 所以要专注做是有优势的 而且在这行业里面 要能做得比别人优秀 我才去做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那您在这个人的管理方面 有没有一些信条呢 我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 我们一定是要营造一个环境 让我们同事能够发挥它的长处 要给它可以有空间去发展的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留下这些人才 留住这些人才 还有就是我很相信 我应该给他们一个最好的回报 这个报酬是要好的吸引他们 希望是它能够好像我们过去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多劳多得 贡献越大 给的奖励越多 除了短期奖励也会有些长期奖励 长期 对 在瑞安整体发展过程当中 在瑞安整体发展过程当中 您今天哪些您认为是真正重要的 关键的这个发展的阶段 或者转折的阶段 或者碰到重大挫折的阶段 您刚刚讲的80年代算是一个 做新天地也是一个 现在也许也是一个 那帮我们再简单地回顾一下吗 那当然开始的时候 在70年代就是 你怎么能够把这家公司 稳定下来把它做上去 让他有自己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能力吧 之后就是你怎么去 能够赚多一点钱 让你能够去发展 所以这些在70年代的时候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一些题目 但是当然我现在回头去看是做到了 也做了一些比较明智的决定 比如说我那个时间因为自己资本不够 你怎么去做房地产呢 但是房地产一级都是我自己希望去 进去的这个行业 那我那个时间就是 投资一点小小的 在我爸爸开发的项目 另外就是我去做香港 在76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就带出了一个叫 拒绝要提侮私人这个参与的计划 这个什么一个概念 这是政府它定了一个售价 但是拿这个提供出来说 你将来要建三千个单元 你建好之后 政府就用这个单价跟你买回来 那这个其实你想想 我是没有这个市场的风险 我因为做出来的产品一定能够销售 那我变成那个时间 我是香港第一家公司去做这样的项目 虽然这样的项目是比较有保证 利润比较薄 但是你赚钱利润就不多 但是起码是帮我去积累一些 起初的这些资本 之后在80年代初 因为中英谈判 我刚才说了几次 市场不好 我带你去做这些项目 做了两个规模比较大的 到今天还是香港最大的 这个聚集有几乎六千个单元 在九龙湾叫丽津花园 这个是破几路的 我二十个月 从签约那天开始到我交楼 二十个月 二十个月 二十二栋三十四层高的这个房子 那是奇迹 奇迹 但是那个项目是给我赚了三个亿 那当三亿很多了 是啊 那三个亿我就赚这个钱 刚好因为能够那么快做好 刚好这是85年的时候 政府拿瑞安中心这个地块出来拍卖 那我刚好赚了这个钱 我就可以放进去 这个地块呢 当然为我赚了很多钱 是 但是那个时间也是有点 大家说 香港人都移民了 你还买这个来做什么 但是那个时间我的盘算就是 我们自己还是在香港有这样的这个业务 我自己能够用多少的这个办公楼 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 我做了一个政治的决定为我自己 就是我不愿意97年去移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外国念书的时候 受到这个歧视 那我在想 为什么我需要到外国去当这个二等公民 我们国家有在改革开放 所以为什么85年我就到内地来投资 我就觉得我应该自己亲身去感受体会 这个改革开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就进来这个市场 但是这个也是帮助我今天才能够有这样的发展 才能够有这样的项目 要是我是90年代 2000年的时候才进来 怎么会有这样的 没错 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很相信这个 个人的这个信任 那那个时间大家跟我合作过 知道我这个人是做事是负责的 也不只是来为了赚赚赚的块钱 所以大家就能给我做 新天地这样一个中心地段的这个项目 那这些都是对我的发展 事业发展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你在非常成功的时候 就很容易给这个 胜利充分了这个头脑 那我们那个时间就 买地是比较随意了一点 所以走去有一些二线城市呢 这个发展就不太理想 投了很多资金 但是这个回报完全不好 还有这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教训 在08年世界金融危机 那一年刚好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债券到期 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 那个时间很轻松 为什么呢 因为我公司负债率才百分之十六 我自己还要二十多个人 人民币放在银行 但是谁知道这个 雷曼兄弟一出事 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基本上停下来 我没有这个美金去还这个债券 那个时间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要是债券到期你不还 你一下子可能就破产了 但是还好这是我自己去努力 所以还要就是银行还是对我是有信心 还是最后终于能够解决 所以这个我就有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 你自己太有信心 但是事情不一定是你能够完全掌握的 所以现在做事也是比较安排 所以刚才我不是一再强调稳健 这种做法 所以就今年我们也是有一些债券到期 虽然我们现在公司在银行 是有一百多个亿的现金 但是美金没有 所以最近我就发了一些美元的债 这是做好准备 今年到期的这些债券 我都能够很轻松的去应付 这么多年来 当中有过一些多元化的投资 但主要还是在房地产业很专注 但是反过来 您在资本市场上也是长锈善舞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 你其实在资本市场 怎么利用资本市场 来帮助到你的企业发展 然后能够赚到大手笔的盈利 没有 其实我在资本市场 金融这方面 我不是放太多时间 当然你今天做生意 一定需要再利用这个市场来做吧 那你最好的 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 在市场能够融资 这个条件比较好 你是一家上市公司 怎么样去好好去发挥这个作用 让你能够加快你自己发展的步伐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金融是重要 但是不能作为一个企业的主物 要是你只是做那个 你就变成是草卖 现在很多年轻人 要么就是做互联网 要么就是做金融 做金融作为一个行业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是办一家企业 你把金融作为你首要的目标 那就危险 就有很大的风险 对了 很多人就想赚这样的快钱 所以从您的角度 因为现在很多的 我们成功的企业家 做实体的 做房地产的 都去转出金融了 因为原来的传统的行业 越来越没有利润 金融越来越衰弱 而且现在经济下滑以后 对他们压力很大 他们有钱就开始转向金融领域 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您对企业家有什么建议 对政府有什么建议吗 你最主要的是过去一二十年 我们有很多非常成功的 这些企业家出来 当然他们是非常厉害 好像马云这些 我非常佩服他们 但是有很多企业家 做这样做那样 很多不同的投资 我担心这些是很难做好 管不了的 最终可能还是自己撤亏 所以为什么我经过那个80年代的分散投资之后 现在还是非常专注 几十年都是做自己最希望做的行业 政府现在还是鼓励大家专注做实体经济 能够提升实体经济的竞争力 但是实体经济现在显然 投资回报率不那么高 您觉得实体经济在中国 还有很大的 常有的发展的空间 潜力吗 一定有的 因为我们这个市场那么庞大才刚刚起步 主要就是看你能不能够看得通这个未来的走势 应该怎么去定位 肯定是将来我们这些企业的营运 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我自己看未来很多这些年轻人都是自顾的 不一定是在一家企业去打工的 最近政府又加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很多房地产企业家有很多担忧 我想您也有很多思考 您觉得现在这个产业发展下去 会有哪些的风险 哪些的危机 然后从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也会有机会 您怎么看房地产市场的走势的 当然今天房地产政府的这些调控打压的措施 其实是非常严厉的 这个我也完全能够明白 因为去年年中的时候房价是涨得太快 太猛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做一些调整 但是要是长期去打压 我很担心我们自己整个市场是没办法去成熟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政府最重要的 其实增加这个土地的供应 这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有一些是比较蓬困的这些人民 你政府一定需要建一些是年住屋 或者是聚集要求比较便宜的 让他们能够负担去买这些房子 这个我觉得是双轨制 这条是未来我们国家发展是房产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你永远都是一般的市民是追不上这个楼价 但是你打压楼价这个市场就没办法成熟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要把这两个省区分开来 针对不同的阶层人民 其实收入比较高的比较富裕的人 可以让他完全市场化去购买 他有钱就让他去买吧 他能够负担他要买什么都让他 如果没到一定程度的政府应该更多提供保障性 就像新加坡 香港的一些经验 那在这样一个形势下 瑞安有没有一些大的战略上的考虑 有没有什么一些应对的 或者一些改变的策略呢 肯定是需要调整的 因为我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就认为我们国家未来房地产的发展 这个地段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个时间我们就买了很多土地 但是这个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土地你不能一下子开发 那这个成本怎么计算呢 还有就是带进了这个土地增结税 那基本上你所有账价的 都70%左右是还给政府 当然你赚钱交税这个是合理 但是变成是这个长期的回报 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现在我们就将我们自己 整个开发的这个形式是做了一些调整 主要是希望走轻资产这个路向 轻资产什么意思呢 我们新天地 创制天地这些品牌 是非常受市场欢迎的 那我们就用这些品牌去制造这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比如说是小股超盘 这样来做法 那我们这个回报就应该会比较理想 就是用你的成功的商业模式 这个管理经验和品牌的影响力 跟一些资本结合一起共同去开发 对 然后大家分享收益 对 刚刚您也提到 瑞安最早是以洞牵 旧房改造来起家的 早期是为政府做了很多的自治工作 但现在城市化以后 旧房改造越来越难 拆行成本越来越高 而政府这方面好像也很难有大的作为 所以从这一场来讲 你现在做这些天地项目的时候呢 有时候规模也比较大 又往往在市中心的位置 所以下午在这方面 会不会有一些瓶颈障碍 如何去克服它 这个现在我们也放弃了 这个说一座就要100多万平米的 这个可以建造的楼面 这个其实是对我们 也是有利息成本 还有就是这个土地增值之后 基本上我们也得不到这个好处的 所以现在我们做的项目呢 是希望规模少一点 但是要需要一定的规模 我们才能够将刚才谈的这些元素放在一起 能够让它有这个集聚的力量 这个需要一定的体量的 但是希望开发的这个年期是短一点 三五年就把它做好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调整 因为您一直在我们影响当中 是一个有远见的学家 看问题选项目都是看十年十五年 这样的回路 我这是看得太远了 所以从这一场来讲是好的 但是可能也会碰到一些形式变化 短期的影响 对企业的经营是有很大的压力 对 因为你在作为上市公司来讲 你要短期对股东要有回报 对资本上有交代 所以你的这个资金的周转 这个速度各方面都好 这个也是我们内地的这个税收 各方面的条件 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是完全没有这个土地政治税 所以你就基本上这个土地 你二十年前买很便宜 之后你赚的钱 基本上税都不用交 那这样真正的让企业家 真正要去靠远见赚钱 对啊 靠这个长期的这个战略去赚钱 但现在有的形式错破 或者这样政策的影响 让你不得不去加快 这样开发的周期 包括这个要减少这个负债率 能够增加你的这个弹性 增加你的灵活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调整 是 是一个很大的调整 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自己也是 这个调整的节奏是慢了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我差不多十年前开始 我在想我应该是退下第一线 那我退下第一线我就希望好 我不要只是名义上退 但是还是完全都是我自己在控制跟拍板 所以我们这个调整是来得慢了一点 但是三年前我自己拿回这个主导圈 主导圈 所以现在是希望是做得好一点 你觉得在瑞兰整个发展当中 有哪些方面需要做进行的调整和改进 比如整个战略 公司治理 组织结构 人力资源政策 包括风险管理 你也很重视 你觉得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行一些改进 改进的当然是我们投资的这个组合 就是长期跟短期怎么去平衡 这条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我们太着重了这个长期 变成是好像现在我们资产是很庞大 一千多个亿 但是很多都没有这个短期的利润贡献 所以这个需要一个平衡 还有就是我们 我自己对现在目前这个世界形势 是有很多担忧 所以我希望我们是比较稳健的来经营 所以需要去小心一点 我现在担心是随时有重大事件 会在世界上爆发的 那我们怎么去准备好呢 虽然房地产是我们自己内部的行业 但是总是我们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肯定受到外围的这个影响的 所以这方面我希望是能够稳健一点来经营 还有就是要重视就是这个效益 这个效益不只是公司赚钱 我还需要我们的管理团队能够有这样一个态度 做事是需要有效益的 我们怎么提高我们整体的效益 这个 这几点都非常重要 我觉得日量的成功 不仅依赖于您的远见 您的智慧 您的胆势 也依赖于您有很好的身体 强健的身体 所以您刚刚讲到这个您的身体其实是很年轻的 你的心也很年轻的 因为这样你才可以有精力去透露工作 但是工作要让你更加愉快 愉快了以后你又保持很好的健康体肤 但我觉得您小时候 年轻时候练拳 可能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基础打开 我非常喜欢运动的 练拳 踢足球 网球 什么我都爱的 叶温是您的施工 施工 您的功力跟他比是他的九十八成 您上次把我一掌又推了很远 不能比 但是我觉得用春拳是一套非常奥妙的一个拳术 我是很希望他能够强期保留下去 但是现在今天这个时代 愿意花时间这样去锻炼的人不多 您现在还有时间打打拳吗 没有了 但是因为我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去锻炼 所以现在今天好像你说还能够一讲把你打出去 所以您觉得当时的练拳为今天这个事业的成就 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的基础 除了这个以外 练拳还给你什么一些启发 给你带了什么一些帮助 除了身体之外 其实也锻炼你自己 知道你要做好一件事情 你需要去锻炼一千遍一万遍 还有就是这个权力 我是用来做这个现在这个管理 或者是投资的一个指导的市场 为什么是指导呢 因为用村是说是拿这个中线 中线其实这是你做人的一个框架 你的定位 从这个定位之后你怎么发挥出去 但是你离不开万遍不离其中的 其中 这个核心 这个中线位置 对 这个红心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全书也给你 很多人就是他很灵活 今天这样 明天这样 但是因为我锻炼过全书之后 我每天都是用这一套的 一切都围绕着核心 这个也给你哲学上的启发 这个你万遍不要离其中 抓住关键 围绕中线 对啊 你这个给我们也是 什么叫永春的中线 永春最重要就是这个中线 我们锻炼这个小念头 就是拿这个中线 那从这里你就知道自己的位置 比如说将来我没有发展的时候 我要打你这个过来 我拿了你位置 之后这样再打你 是不是 那这个用力发力是臂力还是 没有 其实是位置的力量 我其实我过来的时候 我不用力的 我是身体的力量这样拿过去 OK 你就已经去了 之后拿了位置之后打你 是这样的 那如果我要破你怎么破呢 没有这个你要是破我 你要是打过来这样 我再这样防守 那肯定是打不过你的 你练过路 是不是 基本上都是拿这个中线 所以这条我觉得是 用春拳是很奥妙的 所以变成我现在做什么管理的方法 我永远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中线 这个中线 我做这个管理这个是我中线 之后我怎么做 就是都可以来 从这边影变出来 所以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 英文就是在这里练 这就好像你 我做新天地整个 天地的这个系列就是这个中线 什么也变出来 所以现在又回到要把创制 跟新天地的概念整合起来 还是为了天地 用春拳什么都是拿这个中线 包括你用脚贴 要是用这个中线 你应该在瑞安这个公司里面 去传播这个永春拳 从前我是有的 但是我好像说 现在年轻人哪里愿意这样去锻炼 在传播这 你想想 我那个时间锻炼这个小念头 你炸马是45分钟在这边这样 不动的 你怎么去 年轻人会愿意这样 现在就比较少 没办法的 所以这个 所以你拍那个电影以后 有没有对这个推动永春拳 继续发扬有帮助吗 我是很高兴 我拍了那个短片 现在是180多万人去看 那现在有没有一些会馆 在香港或者在运动 有很多 但是那些我看他们 都是遗产的 都不是叫这个正宗的永春 所以等你这个退下来以后 你再去开个正宗的会馆 没有 可能太老了 不会 您不用去做教练 你做会长 找教练 您给人的印象总是风度翩翩 女孩子心目当中偶像 男人也是以你为一个楷模 那您这样一种风度一种形象 是你自己的设计 还是有形象设计师帮您设计 还是一种长年累月的一种修为 哪里可以24小时站自己去装扮呢 是不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真的我是怎么样 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怎么样 我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所以我是需要这样 我希望自己很整齐的 所以我这穿着比较整齐 但是这个不是装扮 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不仅是装扮 就是一种 我们说一种风度 一种仪态 但是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你没办法去装扮出来 说我今天就很儒雅 你又是不是这样的人 你怎么会儒雅呢 所以自己的修为很重要 这个我觉得这些就是发自内心 我是希望自己是一个这样一个人 我要求自己是这样一个人 那我很坦率地告诉你 罗先生您成功了 别人就按照您自己 对自己的定义和设计 别人就这么认同你的 所以你也成为 我们很多男士的这个开幕 我想多请教您的一句说 那这个我们因为都知道 您不仅这个企业做的成功 而且也娶了漂亮的太太 这个那您怎么跟他 有一些这个单独的时间 因为您这么忙 这个又重新开始赏公公司 有很多出差 有没有一些更多时间跟他分享 还好 因为我们算是大家都是 经历过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那起码大家知道 怎么大家有一个空间之后 大家是怎么大家能够配合 我是出差很多事情工作量很大 但是总是每天 比如说又是我晚上 差不多十点半左右 我们就会坐下来喝一杯茶 谈一谈 他自己也很忙的 他因为很多爱好 因为你不管他 他只能自己去忙了 他很多爱好适应 是 我看到了 他是很认真的 还有就是他对朋友非常好 尽量都希望能够帮助人家 做很多慈善的工作 所以他自己有他忙 所以这次他也跟我来 去了南京去拍梅花 但是他来了您在这边工作 他自己 他知道你今天一整天 都不给我空出来 所以我也非常理解您 也很同情他 我希望你们真的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所以你有没有想尽快地 从瑞昂的一线推出来 多享受一下天文之乐 多克服人 其实我是非常喜爱我的工作的 我觉得我自己 这方面是非常幸运 我做的事情 都是我爱的事情 但是我总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 我就觉得 我要是长期这样做下去 这家公司 永远都是依靠我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 十年前我已经有这个 退下第一线的这个念头 因为我希望这个企业 在我还没完全退休之前 我能够看见他 能够自己很順利 成功地这样去营运 您刚刚说在过三年 你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 这个退休的年龄 就是说第一步退 从CEO退到只做主席 然后再从主席退下来 有没有一个大则时间的 时间表 我希望三年后 我能够退 不做这个CEO这样的工作 主席的这个位置 我要看将来董事会的这个组成 有没有人能够 我认为他能够借我的位置 但是我这个人是不能停下来的 我还是希望有点工作 但是不一定是自己的事 又是就好像说 我现在对国际的形势是很担心的 那这方面我们国家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有一些 做好的这个准备跟这个计划 您觉得您留给孩子们 以后传给他们的最重要的财富 可能是哪些东西 我觉得现在我最重要 叫我儿女的就是 叫人做人做事的态度 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留给他多少财富都没用的 就像你爸妈曾经留给您的 言传身教 对 所以你也很愿意跟他们多交流 是 他们有没有一些像传统的年轻人 跟爸爸老师要有点叛逆 爸爸这么说 他就未必一定认同 然后反过来 他也心里认同 但是他一定要来跟你 argue 还好 他们就没有这个反叛的这些态度 但是总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我也不能强加他们身上 说你一定要这样这样 所以我还是非常民主的 他们要问我意见的时候 我将我的看法告诉他们 非常幸福的人 今天又深受启发 尽管有些故事我也听过很多遍 但是有些又是第一次听见 所以每一次我都能看到您 不断在思考 不断在探索 这也是自己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不断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秘诀 我现在每天还是在学习 因为现在世界是演变得太快了 我们停下来你就退出去了 所以你最后能不能跟我们年轻一点的 企业家 职业经理 或者还在读到MBA音乐学生 再讲两句建议 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太幸运 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代 他们现在应该好好去把握这个时机 去为自己创造这个理想 谢谢罗先生 非常感谢您 我们期待以后再向您请教 谢谢 谢谢罗先生